Clarice 我看到其實很複雜 很多紙 可以介紹一下 最近我有些藝術朋友問 是不是有什麼ADC登記 有立法會 很多範疏 不知道怎麼辦 可以介紹一下嗎 歡迎來到楊雪瑩的選民登記教室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5月2日要完成自己個人的立法會 選民的資格登記 基本 每個人都可以填的 放開它 第二件事就是立法會 我們說的 其實還有關於文化界的界別 其實我們那個功能界別 就叫做體育演的文化出版界 這個名字 大家看到有四個範疇的人士 人士或者組織都在登記 選民 到底要怎樣做選民登記 是不是有表演的屬於演藝 可以登記的 其實也不是那麼簡單 必須要成立的宗旨 是要推廣藝術 即要有一個團體成立的 不是個人表演的就可以了 不行了 我們看到文化界 其實也沒有看到有選民是個人選民 那麼嚴重 有某一些個人選民 但應該是出版界別 是要看後面的一個資格上面 他怎樣說這件事 但是當你看完之後 你就發現原來文化界 是沒有個人選民可以登記到的 就必須要成立一個團體 這個團體就要成立了一年 而它是要有一個資助的 我們看看資助的一個 有什麼criteria 主要目標是促進藝術 而且曾經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 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 臨時市政局 臨時區域市政局 可樂區文化事務處 區民政事務處 有關期間裏面 批譽資助金賺助金 或者演出費用的法定團體 以及註冊團體 明白 其實很久以前 他很久以前拿過資助金 其實都可以登記 臨時什麼市政局 是的 很久以前都可以 但是他要 還是不是要運作中 要運作中 但是最新的一個 好像又看不到 嘩 很複雜 是的 這個我們真的要繼續去追查一下 然後也都看到有其他的 譬如他還有其他界別 譬如出版界 如果他是一個持牌出版人 就可以做一個選民登記 其實我們就需要填一張 有一個名號碼 是的 就是REO42 就是給團體登記 這些方應該跟剛才這張方 都大同小異地填的 就不在這裡教大家了 好 但是還有一個 其實關於文化界的事 亦都要拿著時間登記 就是一個藝術發展局的 這個投藝術一票 藝術發展局的選民登記 我們看到分開兩件 主要今天就是講藝術發展局 怎樣做選民登記 我們看到其實一直以來 我相信文化界都比較有個疑問 就是我們怎樣說自己是一個文化界的專業人士 從而我們可以在裡面有一個發聲的機會 我們看到他修訂了這次藝術發展局的選民資格 其實都幫到大家去認認哪一個是文化界的專業人士 這裡我們都想提醒大家注意 其實所有參與2016年的提名活動的藝術團體 即是說接下來想在藝術發展局裡面投票的團體 提名一些人去參選的 是的 的團體 要重新登記 要符合相關的資格 才可以在接下來的選舉裡面有一票 這個要在5月27日之前做完這個團體的登記 其實你看到分了四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藝術團體和個人的提名活動 就要在5月27日之前交這個表格 然後第二就是登記做選民 然後就是提名候選人和投票的活動 那個時間 那麼大藝術發局這個登記做選民是選什麼出來的呢 其實是選香港藝術發展局有十一個 十個的委員是民選的 那這個就真的靠大家一人一票去選出來 那三年之前呢 也都是我們有很多的業界的代表 也都是很努力地出選 那當中也是因為這些朋友的努力 而令到我們有更加清楚的 關於藝術工作者的一些定義 那也都希望大家真的集合大家的力量 我們將自己去register 做一個合資格的選民 然後我們就也都去想辦法 雖然這個立法會的提名 功能組別的登記 是相當不容易的 但是如果你也是符合這個資格的話 一定要在5月2日之前投票 登記 5月2日之前登記 9月一定要投票 9月就要投票了 我們要不要去旅行 9月頭 麻煩你 麻煩你 謝謝容穿營的選舉 選民登記教授 謝謝大家 多謝大家